第七对的相见欢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故事 有一对情侣相爱六年 好不容易决定要结婚了 一结婚之后决定到北海道去度蜜月 没有想到啊 在度蜜月之前还没有出发 这位先生说喉咙有一点痛痛的 不太舒服 要不然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度蜜月的时候带个药在身上 也比较安心 没有想到啊 这一到医院检查不得了了 这可不是感冒或发烧 而是医生就告诉他 得到了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 但是呢 这位先生怎么也不相信是自己 因为他平常是不抽烟 不喝酒 而且非常热爱运动的 至于这位太太呢 人生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因为她说 我才结婚两天而已 我才结婚两天而已 先生就被证实 因为她说是晴天霹雳 因为她说是晴天霹雳 唐生先生是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发病 三十四岁移植 今年是四十七岁 那陪伴她的呢 是她的太太张盈怡 陪安一起上台 来唐先生这边请 你看她带着这个奖牌就知道平常是很爱运动的 我们的复健协会的Kitty女士是吗 我是帮忙翻译 帮忙翻译 因为她广东话 来我们往前站一点点让大家看清楚一下 来唐先生可以告诉我们当医生告诉你说 你得了急性白血病 当时您的心情是什么 当时我的心情是 我想相似好像跟其他癌症病一样 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会是我 当时她就得了那个血液 她就问自己为什么是我 还有都有少少不开心的 因为始终因为不知道 究竟将会自己发生什么事 当时是很不高兴 因为那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来得太突然了 那本来要去北海道度蜜月就没去了嘛 对不对 太太呢 来我们来问一下太太好了 太太 本来这个 你在记录上写说 觉得自己才结婚两天 这是为什么 我当时就是 就知道她结婚前几天也不是很舒服 但是真是没有想到是那么大的事情 就像是她就要当天 结婚后当天就要去医院 也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医院 你有没有后悔啊 没有没有 我当时就是想 如果只是在结婚之前发现 我就不知怎么办呢 因为如果是之前我们有很多事情 她就可能不给我们结婚 她知道自己的变 是 所以我就想 这个时候虽然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就在她 我们结婚之后才发现 我就什么也可以帮她安排了 哇 真爱来着耶 她说还好是结婚了才发现 要不然我们的婚姻会有很多阻碍 所以真的是真爱来着 但你自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吗 一点点 好 但是呢 还好现在我们有机会得到了一个移植 让这个我们的唐先生 能够顺利的健康的活到这边 因为她当时是化疗 也没有办法治疗她的 非得要得到移植的骨髓不可 那今天呢也很期待 因为他们等这一天 等了13年对不对 对 现在的心情 不懂得形容 她说难以形容 不非言词能形容 难以言语的 好 这位有缘人究竟是谁呢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台北南港的高树华小姐 欢迎来自于台北南港的高树华小姐 欢迎来自于台北南港的高树华小姐 能够讲普通话很紧张 好 首先她说很感谢你无私的捐献 另外是也都多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的话 那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啦 我太太也都不会站在这里啦 那我亦都未必有机会 亦都相信不在这个世界上 她说如果没有你的话就没有她今天 也没有今天太太再到旁边一块来 都非常感谢 就只有你才令到她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那苏华你看到她这么健康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呢 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很感动 然后祝福你们未来的人生都可以健康平安 谢谢你 而且有送花好 OK 我还有一些东西给她了 好 我们的苏华本身是一位护理人员 她是护士来着 所以她是非常了解整个的过程的 来 这个是一块奖牌很有意义 来 您自己说 是 我说一说 这个是我们在香港第二季 第二届骨髓 第二届移植 移植运动会 在2016年 当年我参加了400米 那我拿了第一 那我希望用这个奖牌 就送给你 就是代表我的一番心意啦 那也都告诉你 用你的血 我可以继续 很健康地生活下去 那个奖牌是很有意思 在香港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器官移植的运动会 现在今年 刚刚今年 今天也在举行了 我们过来 就是3号 4号 他们正在举行比赛 就是2016年 唐先生就在那个运动中 他那个400米的赛跑 他能得到那个奖牌 100米的赛跑得到的奖牌 400米的赛跑得到的奖牌 把这个很珍贵的掌牌给他的有缘人 好 来 你帮他带上好了 来 他说有了他 现在他才能继续的运动 能够身体很好 好 来 我们的唐先生算是哥哥啦 因为他比你要年长4岁左右 那知道你的骨髓捐给他 而且他那么健康 还能够恢复运动 心情应该是很好吧 好开心 而且刚刚我进场的时候 我知道我做的这一排是捐赠者 另外一边是受赠者 我就一直看着粉红色衣服上衣的这位先生 有什么第六感吗 有 有 我上台前才觉得很生气 觉得这个人长得跟我有点像是吗 没有啦 他很帅 我当初捐赠的时候 我知道过程中有跟我说 那个针必须再留到隔天 因为对方的体重比较重 我记得我印象中 大概会是一个大我两三岁 然后有点胖的男生 所以我刚刚看这粉红色先生他不太胖 大概不是他 但后来出来的照片 哇他生病的时候确实是我想象的有点胖的男生 比较胖嘛 现在变瘦了 对 是 所以我刚刚一看他上台想 哇 这么神奇 我整排都看不到其他位的那个样子 我就是一直看到他 我知道了 就是那种我眼里没有别人 只看到你一个人 觉得就是你了 股捐中心我们以后要把中间为一个白色的布幕 让他们不会看到彼此 好 但是我还听说您在捐完您的造血干细胞的 隔天就跑去环岛旅行了 两个人就一起去旅行 所以对您的身体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 对 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捐赠骨髓 对身体完全没有影响 那么我也希望未来的骨髓捐赠的推动能够更顺利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参加这样子的 可以救到一个人甚至一家人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说你身体还变得更好 更好 对 其实我听我爸爸妈妈说我从小身体就很好 不太需要他们担心 我从婴儿时期就没有什么在生病 一直到现在四十几岁 健保局应该给我一奖励 是 那因为我曾经在病房看到很多的器官 等待器官移植的家属跟病人那种煎熬的心情 所以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未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做器官捐赠这样子的事情 结果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给了我第一个机会 那个金环师姐她也同样是在非常辛苦的过程找到我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地址有变更过 所有的联络资料都有变更过 所以我觉得实际的志工怎么这么厉害 比那个什么 侦探社吗 比侦探社的人还厉害 那么因为我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住在家里 他就这样辗转的找到我 那因为我原来就了解骨髓捐赠这样的事情是对自己身体不会有伤害的 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的 男朋友呢 因为男朋友当初就是他在捐髓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在交往了嘛 那你会担心吗 其实不会 其实当时我知道他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其实我蛮高兴的 因为觉得这是很有福气 我一直鼓励他说这是很好的缘分 其实可能是上天的安排 慈激的安排也有缘的安排 那是跟对方有缘才有这个机会 形成这个很好的缘分 当然是很全力支持他 去鼓励他说我们要把握这机会可以 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到人 而且不顺其身 因为从比较早就接触上人的一些因缘 就是说可能是慈激 那有库子慈激 那有觉得说这是个慈激 去上人给我们个机会 老天给我们去好好把握 很支持 对 而且呢在有男朋友支持之下 他捐髓之后义无反顾 到现在为止呢 知道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竟然绕了这么远 还跨越了海峡 到了香港 有没有觉得人生缘分真的很奇妙哦 有 很奇妙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我们都要有同样的观念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从小身体也很好 我发现我的人生太顺利了 所以我这辈子应该有机会要多帮助人 是 好 我们要祝福您 说不定将来还有非常多帮助别人的机会 因为护理工作本来也是一个助人的工作 好 我们非常谢谢 感恩也祝福您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两家人跨海而来相见 长先生告诉我说 他在做完腹水移植重生之后 他的人生变得比较豁达 因为他对于人生无常有了更多的体悟 而且也知道人生是要把握当下 于是他在做完了移植之后 就赶快去把他未完成的学业 这个财经的硕士班把他给念完了 所以他也拿到了财经硕士的学位 我们再次的给他祝福好吗 谢谢大家